Hello大家,我是穆迪,欢迎霍老频道 和我一起科秀护肤,理性种草 今天来分享一个美容仪界的新突破 家用超声刀 Amiro U1 Ultra Lift 超声弹提拉泡 它是用医用超声刀的原理 它可以针对皮下4.5毫米筋膜层 从底层帮你提拉紧致 瘦脸改善下垂 用了一段时间,我最大的感受是 它真的有让我的下颌线变清晰 侧面看起来,脸颊好像有被提上去 下巴有变尖,好像脸没有那么肿了 并且它是我目前用过 所有抗衰老仪器里面最好坚持的 它的深度模式,就盖章模式 只需要5分钟,一周1-2次 滑动快速模式呢,就每天都可以用的这种 只需要2分钟 美容一线使用时间越来越短了 再也没有借口偷懒,不用它们了 为什么选择它而不去选择市面上其他的射瓶仪呢? 首先它的原理不是射瓶,它是超声刀 射瓶是打到皮肤的比较浅层,打到真皮层 促进胶原蛋白新生,让皮肤看起来更加的光滑 那你如果皮肤下垂,松弛状况比较明显的 你就要用超声刀这类的仪器了 我们皮肤结构是表皮,真皮,皮下组织嘛 那皮下组织是连接皮肤与肌肉的 常常称为筋膜层 就像建一个房子一样 当地基一塌的时候 上面就不再稳固了 把皮肤底层固好了 上面自然就不会皱住巴巴的 不会那么显年纪了 而超声蛋呢,它深入皮下4.5毫米筋膜层 它是超声波的原理嘛 用微聚焦的超声波UltraSound这个能量 让筋膜层收缩之后 皮肤看起来就会更加紧致 绝对不是智商税 我们看它的这个探头啊 相当于一个医用探头一样 它上面有智能传感器,有电机片 然后有超声膜 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个超声单元 一个小球 当你启动的时候 这个小球是会自己滑动的 有点成线 保证能量均匀的传输 它上面有一个薄膜的 大家注意清洁的时候不要戳它 小心不要用任何尖锐的物体去碰它 比较适合年龄偏大的人群 像35、40加这样 当你到中年会有点发塞 这里苹果肌掉下去的时候 它整个会把你的轮廓线往上提拉 和它搭配的是一个盖章面膜 专门由皮肤科专家研发的 它用八点提拉的技术 提拉我们的苹果肌 法令纹 还有下部轮廓都会变清晰 我开始很担心说这个超声蛋有没有微电流 因为平常我早上都是用微电流去做提拉紧致 消水肿嘛 它每一个模式都是含有微电流的 深度有超声波 微电流 智能识别分区 还有一个促胜功能 帮助你精华和面膜的吸收 它随机会复配格子面膜 还有一个凝胶 格子面膜是盖章的方式 就像你用他们家之前的胶原泡一样 是按格子一格一格的施打这个能量 使用方式也很简单 开机和档位啊全部都只有一个按键 双机有切换模式 我们切换到橙色式深度模式 使用的时候一定注意 因为胶原蛋它作用在皮肤比较深层 不要打在离骨头比较近的地方 比如说像下颗骨这条线 眼周鼻子这里骨头比较高的地方都要避免 然后我们对着格子盖章就好了 深度模式先从start开始那个格子 按照顺序盖章 一二三四 那不同格子有不同颜色嘛 颜色是它分区护理 加入不同的能量 比如说有的地方像额头啊 它能量可能就比较低一点 像脸颊区域能量比较高一点 分区护肤脆热的地方不要打得太深 所以这个原因呢 官方也不建议你去换其他的面膜 因为其他面膜它没有分区护理嘛 你可能比如额头啊 打得太深 对皮肤有一定的刺激 我特别喜欢这个面膜它照顾到下颗线下面这个轮廓的区域 这是为什么你用完它以后你感觉下边轮廓变清晰了 整个脸侧面看上去被提拉了 唯一一个问题我发现的是 这个仪器啊它识别你的格子稍微有点点的延迟 也就是说你贴在那个格子上它不会马上启动这一次的能量 它可能会等个一秒 然后再震动 然后再低 告诉你换下一个区域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准格子的方向 智能传感器是在最上头 所以你要从上往下 方向一定要弄对 比如说不能倒过来这么按 然后全脸是走三遍的 不要在同一个位置上连续盖章 结束后也继续敷面膜 敷个十分钟再摘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模式呢 是绿色的温和模式 温和模式比较适合你 比如说做完那个光电呀 医美项目之后 一个月内你还是想保持这个状态 但是你不想能量太强 你可以用温和模式 然后把它的档位调低 适合皮肤比较泛红脆柔的状态 修复你皮肤的保湿屏障的 快速护理是我最喜欢的 早上只要两分钟 就可以快速的去水肿 小微脸 比微电流液的效果还要明显 因为它是超声波加上微电流嘛 作用到皮肤的肌肉层 筋膜层全部都帮你照顾到 还加上你搭配不动精华的话 它还有促肾的效果 可以帮助你嫩敷 皮肤看起来更加的亮白 那平常早上呢 如果我不搭配它官方的呢 我就会用这种玻尿酸精华 这个很推荐 Costabaha的 很大瓶的一个玻尿酸 我有时候觉得身体干的话 我会用它擦身体 成分没有任何刺激的 就单纯的玻尿酸精华 在皮肤微湿或者比较湿的状态擦它 然后用它刷脸就可以了 那一定有人会问超生蛋和之前的胶原炮 它俩对比应该买哪个 胶原炮比较适合你 二十多岁三十岁这种机灵 皮肤看起来比较干瘪 有甲型皱纹的 因为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吧 让脸更加的烹弹 更光滑 它是射频的原理嘛 你可以理解成它让肉变多 让皮肤更加的饱满的感觉 超生蛋呢比较适合皮肤三十三十五四十加 你看见了明显下垂的状况的 急需提打紧致的就用它 让你整个皮肤的地基稳固 然后上面就没有那么塌了 整个脸往上提 之后你可以再比如说用胶原炮 去补充你皮肤的胶原蛋白 整体就更有年轻感了 再说一下我孕期最爱用的一个美容仪 新版的Amiro彩虹光面罩 对我来说是可以代替A酸的功能的 减少皱纹 改善皮肤暗沉 当你有痘的时候 它有这个驱痘档 快速地消掉红肿的大痘 减少皮肤出油 缩小毛孔 那理论上来说 照光是比较安全的在孕期 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嘛 还是要咨询你的医生 我是最多一周就照一次 不要贪多 它更加的无脑操作 更适合懒人了 直接带上一罩 十分钟自动关闭 尤其这个静痘模式 是我之前在上一代我就很喜欢的 这一代它的功率更加大了 痘痘消得更快了 像我孕期前期有暴痘嘛 内分泌失调啊 加上孕激素的关系 我又不可以用A酸 阿达帕琳这些 用它照光真的消得很快 大概三四天 痘痘自己就干瘪了 静动模式是有蓝光绿光 红光还有红外光的 还有我最喜欢的一个 也是我平常 当皮肤没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我用最多的是舒缓模式 也是它的新版本增加了黄光 舒缓模式是黄光绿光还有红外光 特别适合你晒后急救 皮肤敏感泛红 或者平常日常就拿它来维稳修复的 黄光真的很适合我们敏感肌啊 像我皮肤脸颊 有时候起那些小疹子小痘痘 用黄光照的话 大概三天三四天就会消掉 平常的话 如果只用一个乳液去慢慢的让它 皮肤平常修复 大概要一周多的时间 我美容医患了一波又一波 但是光疗仪永远占据C位 当你皮肤状态变好 更加匀静 不再暴斗 光子感更好的时候 才会看起来更加年轻 你照顾不好皮肤的状态 你再贴拉紧致 再抗老那些美容仪也是百搭 好 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美容仪的分享 因为超生蛋它是新品嘛 平常是没有折扣的 母亲节期间有额外的折扣 并且用的折扣码是可以直接降价的 所有的产品信息还有折扣 连接什么的我都会放在下面 还想看其他视频呢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或者你想看其他美容仪和它的对比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谢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期见 Bye